鹿谷洞鼎茶叶合作社 108年冬茶赛新品总组 在农委会茶改厂秘书吴生顺 及鱼池分厂简进华两位专家精挑细选后 成绩出炉 这次既有1496样参赛 激烈竞争中 最后由康俊瑜登上特等茶王奖宝座 茶瓶师仔细地依照茶水的设置 香气、回甘度等 只是评评陆谷洞鼎茶叶合作社 108年冬茶赛新品总组 在1496组茶叶竞争中 透过农委会茶叶改良厂运输吴生顺 及一时分厂简进华助理研究员 两位专家精挑续选 最后由康俊瑜获得茶王的奖项 陆谷向洞鼎茶叶合作社 理事主席康主发表示 今年共有1496件茶叶参赛 而对于获得茶王奖 及特等奖的产业 合作是将权数收购 以确保茶盲的权益 今天是当地设计很少 当地的主持人 今年的伴侶有一千四百到六百 變成一項幸福 體管率差不多二十三百 另外就是在我們這個當地 這個特定庭和排名 我們全部不想 因為我們就是跟這個兩岸通信公司 共同來這個退工 這是我們今年的一百分的努力 這裡還完成 有時候要加到我們這裡的地牢 我們還會繼續努力 主審吳申樹秘書表示 整體而言雖然今年的氣候稍有異常 但在發酵的程度方面要比往年來得好 但是在烘焙方面就消險不足 我們今年的冬季的 冬天烏龍茶 其他林中煮 那大概今天成績就要揭曉了 那今年的點數比去年稍微減少了一點 大概差了一百零幾點左右 那整體來講的時候 我覺得雖然今年的氣候稍微有一點異常 我想減產應該是正常的啦 那這個減產應該就是說 包括東部、北部也都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這幾年的極端的氣候的變化 對茶葉的生長是有滿多的影響 所以整個產期會變掉 那我們其他品種組 今年的整體來講 我覺得有一個要特別推崇的就是說 我們的發酵程度的時候 我以前一直在強調 冬頂烏龍茶是要有發酵的 所謂的綠葉香滅變 今年整體來講 發酵的程度是比以前的好 那有一些小小的缺點 就是在豐培這方面 我們講冬頂烏龍茶 它是結合條形跟鐵觀音 這個作法結合起來 變成所謂的球形 那它是著重在發酵度 還有烘焙 那它的特色是怎麼樣 第一個 它的滋味要比較乾準 最好有一點手果香或者花香 那加上去烘焙 把它的韻表現出來 那今年的時候 有些的時候 可能它烘焙的時候 沒有比較注意一點 稍微帶一點所謂的火灶味 那因為一般來講 茶葉的時候 它經過一段時間的時候 火灶味會退掉 可是我們現在品評的時候 有一些的時候 火在甚至有一點焦味的時候 那我是覺得 這個可能會有一點瑕疵 所以我們在評審的時候 並不會給它 比較好一點的一個等次 林中小副總經理表示 他作社2019年東進茶碎 力求公平公正公開 經過初審及副審兩階段評評 洞鼎合作社先動員28位 粗評班員分五組評比 在今農委會 茶葉改良場秘書 吳聲順 其預知分場 潛進華兩位專家 精挑續選負評 而今年獲獎的成績為 特等朝皇獎康俊宇 特等一為康巨狼 特等二為邱月娟 特等三為黃蟲敬所獲得 記者陳英志 杜古採訪報導 印渡 悉由 無ruption ELY 赫 報告 郭司 感谢观看